您好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嘉惠 首先带您来关心 既反腐风大型养鸡场进驻花莲后 16号上午一早约有500位来自花莲中南区的部落族人 聚集在花莲宪府前石雕公园广场 用行动抗议大型畜牧场以及大型光电满业者进驻部落 除了表示从未与部落沟通 不尊重部落族人 也会捍卫守护环境的诉求 华联县副县长蔡运皇当场接下证清书 华联县副秘书长张义华也表示 会积极向夜整 要求召开说明公厅会和乡亲站在一起 未来的风天季 这些棋子会跟着去 我们都市回来的年轻人 也会跟我们站在一起 大家说独立 拒绝无人 拒绝无人 换卫将援 在帆埔蜂养鸡场事件后 华联民众对于大型开发业者进驻 对于华联好山好水环境的影响更加重视 16日一早 500多位来自华联收封凤林光复及玉里部落的居民 特地包车北上 表示对光复箱等大型畜牧业 还有凤林镇的太阳能光电开发案提出抗议 一头牛可以乘上 一千头它一天的排放就要多少 你说我们部落里面会干净吗 我们的水会干净吗 它是用高科技的来饲养 可是有办法吗 所以你们希望宪府怎么样 我们希望宪府把它暂停 我们不要 我们带着老年家来这边看成群 表达我们的心声 可是有做到吗 他们一点声音都没有 也跟我们部落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我有问过那个老板 他跟我讲 这个我是合法的申请 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谈 我说你尊重我们部落吗 对不对 你保持那什么心态 你已经是被人家赶出去 跑到我们这个部落里面 大的欺负小的 小的跟欺负跟弱势的 你说这样对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 今天来的目的就在这里 由多个部落和自助会 组成的花东重骨环境保护大联盟 邀请畜牧设施新建工程 应立即停工 并成立议会专案小组 召开深方公厅会 遵循部落意见和同意后 才能进行后续动作 此外也要求华林县政府 暂停相关执照的核发 我们会一一的把各位的意见 来处理 等着看 因为很多事情 你只现在讲 现在就做得到 你跟我一段时间 我们会一件一件来处理 对各位有交道 好 业者不要对地方的心声 到目前为止 毫无沟通的空间 或是没有再进行沟通 跨内县政府也认为 应该业者有这个责任 要跟地方民众做好沟通 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要做事 马上进行业者与地方的沟通跟说明 华林县府副秘书长张义华也强调 网络盛传华林 将会有许多大型的太阳能光电开发案 对此强调光电产业在华林 只有三家全市中央经济部核准 总面积4.6公顷 华林县政府没有核准任何光电产业 记者蒋邦雁华林市报导